大家好,我是赵普 今天咱们来聊聊一气大众近30年品牌历史上的第二款SUV车型 一气大众,探月 市场上跟探月尺寸差不多的SUV其实已经有不少了 有长得好看的,有配置高的,有开着舒坦的,还有那降价不要命的 反正探月作为后来者压力不小 要想突围,哪方面都不能输 这任务听起来真的挺艰巨 探月的实力够不够 探月的外形采用了比较硬朗的设计风格 发动机罩上几条金线,还有车身侧面的特征线都非常清晰 尤其是车侧这条线,顺着轮媒的形状起起伏伏 描画出车身线条的同时,也展示出一些力量感 样子虽然硬朗,但配置其实很与时俱进 蜂窝是前进气格山,两侧连接着全LED前大灯 还有18英寸车轮,双边双出的镀铬尾排 以及从车底延伸出来的前后护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细节满满,更具年轻火力 内饰采用了大众新一代的设计风格,看上去更具现代感 三幅多功能平底方向盘,新的换挡手柄设计,更注重人机工程 中控部分整体像驾驶极测倾斜,便于驾驶员操作 几块功能区域风格的也很清晰 中控使用最新一代的MIB系统 6.5英寸中控触屏的清晰度和触控响应速度都完全在线 除了常用的娱乐功能,苹果CarPlay和百度CarLife也都是全系标配 手机里的音乐、导航功能直接投屏,非常方便 前排双区空调,屏幕下方依然保留着完整的空调调节功能区 按键旋钮也都是熟悉的质感 驾驶过程中,随手调一下温度、风量都非常方便 视线完全不用离开道路 另外,抬头向上,大天窗有没有 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前后位置都可以调节 这样它的后排乘坐空间和后备枪储物空间之间的分配变得更灵活 实际乘坐空间表现,腿部两拳多,头顶三直 地板中间出气比较高,后座有中央头枕和中央扶手 前面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单独的温度控制和两个USB接口 后备枪的空间很方正,容积也不小 这层隔板可以上下移动,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灵活性 四个角落有锚点,两侧有挂钩 左侧还有一个12伏车载电源接口 后排座椅支持424分放倒 而且在车尾也可以用后备枪两侧的扳手直接放倒座椅 座椅放倒后,跟后备枪地板之间有一点坡度 今天的试驾车是刚上市不久的探阅征途版 它使用EA211 1.4 TSI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配DSG七挡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没错,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大众TSI加DSG的黄金动力组合 但不同的是,这台代号为DQ381的七挡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比之前的DQ200干式双离合换挡要更不顺 低速表现更稳定 或是燃油精进性也更好 除了这套1.4 T的动力 汉越还有搭载EA888 2.0 T发动机 高低两种不同功率的车款 动力表现更强劲 当然,价格也相应的更高一些 不过,所有这几套动力都已经可以满足国六排动力 就实际的驾驶体验来看 这辆1.4 T试驾车的表现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各种使用需求 起步和程式速段加速很零 换挡够快 在高速上,稍微身材有门 也能比较轻凶的体育超车 前半四讯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调校软硬至中 转弯时会有一些侧倾 但都在预期范围内 驾驶员可以通过方向盘和踏板 感知到一些路面信息 但大的颠簸振动都会被全架 及时的过滤掉 绝不会让车里的乘客 有上蹿下跳的感觉 征途版的两个车款都是前驱车款 2.0 T还会增加4Motion四驱系统 和驾驶模式选择 帮助探阅在面对不同的路面环境时 提升通过能力 保证安全 目前探阅全系价格区间 185,900到313,900 其中的征途版 也就是280TSI 已经公布的两个车款 价格分别是185,900和202,900 虽然只是探阅车系里 价格和动力最入门的车款 但今天这辆试驾车上 已经有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 电子手刹 胎压监测 定速巡航 三驱空调 PM2.5粉尘过滤等等功能 动力 配置 都完全能满足日常家用 也保持着跟其他车款 相同的空间 灵活性和设计风格 再考虑价格因素 它应该就是目前探阅全系车款里 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我们再复习一遍啊 280TSI 就是1.4T车款 330和380TSI 是2.0T 两种互存功率的车款 还有B考题 今年不考 明年也得考 我说完了